张秀卿 53岁台语歌后张秀卿 凭借后时嗓音征服不少歌迷 在歌坛中享有不可撼动的地位 他日前登上节目《振振有词》 提到从小艰苦的生活以及后来成名后的经历 他坦言过去从来没有吃过口香糖 曾和一个哥哥讨来师 没想到对方竟把他丢到水沟里 我偷偷从水沟里捡起来擦干净 才知道原来口香糖的滋味 长大后赚钱买了一堆口香糖满足愿望 还为此曾许愿长大后要嫁给杂货店儿子 让粉丝都相当心疼 张秀卿提到 在10岁时就已经进入台中某家唱片公司受训 由于艺人有造型需求 国中的校长也通融他不必剪西瓜皮发型 却意外让他受到同侪冷眼霸凌 有天放学走在乡间小路 突然被三个女生倒了全身的墨汁水 一气之下跟他们大打出手 虽然敌众我寡 但张秀卿人冲上去用石头狠杂 双方都见红挂彩 隔日他被叫到校长室问话 才知道对方家长有权有势 最终只能退学回乡 经历唱片公司倒闭 他于16岁时再次参与比赛 并获得公司赏识 成为罗石峰师妹 但出道后却只能与同公司的大牌歌手一同上通告 更常因丰满的身材被众人取笑 人气也不上不下 公司只能将他的经济约转让给音乐人林锤莉 二人商议后决定从基层开始到夜市卖唱 卖CD长达8个月 林锤莉更为他量身打造车站异曲 才终于翻红 星途迎来转机 回想这段辛酸过往 他也想到父亲重病 只能找亲友借钱的时期 当时全家都没有收入 为了偿还300多万债务开始到处打工 曾经当过百货公司广播员 餐厅服务生西门丁卖蜜件 每个月收入90%都寄回家 一度说到哽咽饭泪 而他也提到综艺大姐大白冰冰 在得知她的状况后 更亲自到家中探望 并出借8万元 介绍她到日本唱歌 让她至今感念于心